往往你到現場只有一張A4 或者一張A3 上面就有一個平面圖 你就要決定到底是要買哪一戶 除非是 拔杯吧 不然怎麼會那麼有細心 這個比拔杯還要驚險刺激 大家好 我是燕麗 歡迎收看品觀點 最近大家都在熱烈討論的就是 房地和醫學2.0 要來修法上路了 聽說目前有所謂的 大量預售物拋售潮 真的是這樣子嗎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小資助現在是不是搶買房子的好時機 以及現在非常流行的就是 團購買房 聽說真的可以搶便宜 可是裡頭還會有什麼樣的相關的風險 今天節目裡頭都會幫大家做完整的分享 好今天節目比較特別 我們今天又邀請到了一位大來賓 神秘嘉賓 就是在新竹非常重量級的知名人士 是住宅周報的社長陸敬明 陸社長 是燕麗姐好 各位品觀點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住宅周報社長陸敬明 好其實呢 敬明之前也是記者 然後在這個房地產業呢 耕耘非常非常的久 那我今天為什麼特別邀請他 因為呢事實上 團購這件事情在新竹 在台中非常非常的流行 不過呢我們在聊 團購這件事情之前 我們先來關心一下 特別是這幾天 很多媒體在報導的就是 房地和醫學2.0版要來上路了 那我們今天簡單講一下就好了 這個新版呢為什麼對預售屋 有非常大的殺傷力 主要是在稅制上面呢 不利於投資客 怎麼說呢 也就是原來的稅制 是現行的稅制是 如果你持有一年之內 你就要賣掉的話 你要繳交45%的房地和醫稅 可是呢經過修法之後呢 原來的一年 我們進一步要延長到兩年之內 換句話說呢你兩年之內 就要賣掉的話 你加的稅你要繳的稅 一樣是45% 同時如果說你是持有 超過一年未滿兩年 原來現行的稅制是35% 可是呢我們現在時間 進一步延長了 也就是說你持有超過兩年 不滿五年的 同樣要繳35% 我先請教一下社長 社長現在真的是有這樣的 因為收法的關係 所以真的是大量的 預售物拋送槽嗎 就你的觀察 其實我必須要定義這些原本 應該不算是所謂的拋售 而是怎麼樣呢 而是在他們在過去兩年 或過去一年半 已經有買了這個預售屋 還沒有交屋 是舊的這個物件 跟新的在去年下半年 跟今年第一季 這個物件累積起來的 出現了一個貨源這樣子 那被刻意放大解讀 第二個呢 如果真的有拋售槽的話 這裡面其實有一個叫做 菜籃族投資客 就是有一些婆婆媽媽 他們有點先錢 沒錯 本來他們換約可能說 我換約只要賺個30萬50萬 這種小打小鬧的就出場了 這樣子 可是現在房地合一稅 要因為會回縮到這個 預售屋嘛 而且會抽到45% 他們會擔心 他們連這一點點小小的 小確信 可能到時候被抽了45% 那根本就是 又了解啦 了解沒有獲利 所以乾脆趁這個時候 拼轉出場 嗯好 所以呢 社長的意思是說 其實他並不是新一波的 投資客的拋售槽 而是就有現存的 庫存的房子拿出來賣 希望能趕快做一些 停利停損的動作 不過對我們的觀眾朋友來說 我們很多觀眾是小資族 或者是呢 已經可能是三四十歲 但是呢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一元買屋夢想的人 所以我幫大家直接問 那是不是呢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投客他們在拋售的時候 我趕快去搶買啊 甚至呢 我心狠一點 我知道陸社長你有時間 那你手上時間賣不掉啊 我就趕快去殺價 一口氣 殺個20% 我覺得有點難了 殺個5% 甚至是一成 你覺得有沒有這個機會 其實你要看他的 入場時間 如果他的入場時間 是兩年前 那現在快要交屋了 那他如果他不願意交屋的話 或者是說他沒有辦法交屋 他可能手裡面有好幾間 對 所以確實是不能交屋的 那個真的會不但平轉 而且可能還會 小虧嗎 小虧殺出 可是前提是 第一個 你要知道他的進場時間 第二個 比較不容易的是 你要知道他的 進貨的價格 進貨的成本 一般而言 我們在換月的時候 理論上你會知道 他的這個進貨成本 為什麼呢 因為在換月的時候 就知道原子的價格 對啊 可是接手的消費者 往往是在最後一刻 到了 才知道 對到了那個建設公司那邊 要換月的時候 才知道這個入手的價格 所以我建議 小資族消費者 如果要 買這個換月的產品的話 最好要跟 你的這個仲介 或者說你的這個貨源的 這個供應這一方 要旁敲側擊去打聽 甚至還要在上網去詢問 這個案子的之前 那個兩年前 或者說一年半前的這個 預售時候的價格 你才能精準的去縮短 這個換月的價差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特別聊團購這件事情 因為 現在團購買房子 在新竹 在台中 台南都非常流行 雙倍 我覺得有一點點的 這樣的氛圍在 但並不是那麼的夯 所以今天來聊一下 團購買房 到底有哪些優點跟缺點 好 我們先來幫大家整理一下 現在為什麼那麼流行 團購買房子 這個也是社長提供的 因為團購買房子有幾個優點 第一個就是 價格有優惠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而且我其實這幾天 為了了解團購買房 究竟有多夯 我去上了一些各大的群組 還有FB 我發現他們都會有同樣的話數 社長一定很熟悉 他們的話數就是 一 早買早享受 二 建商有讓力 社長請教一下 真的有讓力嗎 還是那也只是一個話數而已 如果我們從實際的 這個推案的節奏來看的話 為什麼會有團購這樣的行為模式存在 賣方他希望在正式公開前 或者是說在一個銷售的前期 他希望先掌握一個安全的數量 嗯 那如果可以掌握安全的數量 你就必須要在價格上 讓這一些 早鳥的這一些 買家要有一點甜頭 要有點優惠 啊雖然不會太多 可是那是一種提摩劑 這樣子 好我幫大家問啊 那到底可以優惠多少錢 是2% 3% 2% 3% 大概就是1坪3千5千這樣子 1坪3千5千 那假設是5千的話 30坪5千也沒多少錢 大概15萬到20萬之間 所以我剛剛我講 好那第二個當然就是優點 就是可以先選戶 我覺得這很重要 有時候你喜歡的建案 你喜歡的樓層 比如說像我自己就很喜歡 7樓 8樓 12樓 那有些比較低樓層我不喜歡 所以呢團購就真的可以先選戶 其實你是內行人 你選7樓8樓12樓 這是業者最心痛的地方 因為他要讓你給你 所以後來就變成衍生兩種模式 如果是他是限定戶別 他會讓你有找鳥優惠的價格 如果他沒有限定 他如果是限定戶別 他就會給你這個先選戶的這個條件 如果沒有限定戶別的話 他才會給你找鳥優惠的價格 我們舉一個例子 好如果今天建設公司他要鎖樓層 他把那個肉齁 把他鎖起來 把這個肉要比較後面賣 那他要先賣的就是最低樓層 跟最貴的最高樓層 這個時候他就可以讓你進場先選戶 好也就是极有可能你先選到的 就不是你特別喜歡的那幾個樓層 就是建商特別喜歡那幾個樓層 是是可是價格有優惠 然後訊息流通比較快這什麼意思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透過這個早鳥 這群早鳥的這個團購的這些消費者 很快可以發現這個案子熱或不熱 如果這個案子一開早鳥 發現不熱的話 這個訊息會流通特別快 大家可能先預約了以後 時間到了該簽約 因為七天後要簽約嘛 簽約的時候大家就會開始退 那很棒也就是我有反悔的時間 我有七天可以去思考就是 反正我就先訂先訂先贏先卡位 那反正先訂要要繳錢嗎 好像要繳十萬塊對不對 對要先付一個這個小訂十萬塊 好可是呢如果這七天之內我不喜歡 我覺得不適合我 而且就像社長剛剛提到的 我們在群組裡頭都會流通 哇這個建案推出來之後 在潛消息在團購的期間之內 大家發現他跑不動 沒有像想像中的賣的那麼好 賣的那麼快 那我七天之內我就退訂了 然後退訂之後他十萬塊就會還給我嗎 一定嗎 一定無惜還給消費者這樣子 但團購也有缺點啊 第一個就是馬上要決定 就是說可能就是到底是三樓還是五樓 一定要決必定嘛 因為你不決定其他人就會搶走 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那個著鳥在進場的時候 其實現場都常常會鬧轟轟 亂轟轟的這樣子 那一個拜桌上就是一個小姐 一個銷售小姐 他可能同時要接待四組到五組客人 所以他真的沒有時間好好的花個半小時 一個小時跟你去介紹 格局 然後那個採光 然後建材設備 他沒有時間 他可能就是一張圖給你看 你要哪一間 你可能現在就要決定 如果你還沒有決定的話 沒關係你就拿著這一張到旁邊去想一下 他就下一位這樣子 可是等你想完了以後 你要選的時候發現 你剛剛看的那些已經被訂好了 嗯 那剛剛我們剛剛特別提到說 戶數有限制 這個其實剛剛已經特別幫大家解釋 資料不夠齊全 因為還在潛消期嘛 所以可能有些資料是沒有辦法 那麼補齊的一個狀況 沒錯沒錯 往往你到現場只有一張A4 或者一張A3 上面就是一個平面圖 那有關於這個建案的外觀 或者是說公設 或者是說那種全區的那種植栽啊 或者說一些相關的事 那可能都還來不及做 欸那我覺得這樣其實有蠻大的風險欸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自助 而且是人生第一次買房 在資料不是那麼齊全的情況之下 你就要決定到底是要買哪一戶 除非是 不然怎麼會那麼有信心 這個比寶貝還要驚險刺激這樣子 對那所以 那社長就你自己遇到的經驗是 他們當下都怎麼樣決定要買哪一戶呢 真的就是 憑直覺嗎 憑喜好嗎 通常就是一進去說 還有沒有 好 接下來就是有你的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如果你的第一志願 被訂走了 你可能要在很短時間內 你就要趕快填你的第二志願 嗯 如果我的第一志願是7樓 買不到的話 第二志願可能就6樓 那第三志願是5樓 你如果三個買不到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決定說 你要不要買4樓 如果不要的話那就 那就下次了這樣子 嗯 好那是不是以我們剛剛特別來說 現在團購買房在新竹跟台中 台南特別好 那以新竹就是社長您的在地人的觀察 那竹客人為什麼那麼流行團購買房 是不是因為他們覺得 雖然有這麼多的缺點 可是優點遠遠蓋過缺點 他們寧可呢 趕快買先搶 然後即使資料不是那麼透明 無所謂 反正他們錢多 他們這一間不喜歡 他們可以換下一間 是這個心態嗎 我必須講科技從業人員 包括竹客中客南客 他們在做這個團購行為的時候 他們比一般的消費者 他們有三個特性 第一個特性是他們的財力 是能夠支撐他們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第二個是什麼 因為他們是高度的網路族群 或者是高度的有研究精神 有分析的精神 所以他們在事前真的都會做功課 如果團購組沒有事前幫他們做好功課的話 他們自己會有財商社團 自己會做功課 他們自己又成立了一個社團 對好猛哦 到處去找說有沒有適合的這個 那個未公開的這個那個 預售物件案可以去買 那第三個特色是什麼呢 第三個特色就是他們彼此之間的那個 訊息的流通速度非常快 所以在新竹或者是說在台南 一個案子他如果熱 他就會有那個加乘效應的熱 可是如果這個案子是被 是被不看好的 那可能就很抱歉的 這個案子就會有加乘的這種負面效應 就會出來 所以這邊有個流程是金周刊 幫大家整理的 我覺得非常非常值得參考 而這個流程當然就是說 團購組他會發請團購 那這個團購組他會在FB或者是LINE 他成立他的所謂的一個社群社團 然後來圈粉 那當然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團購組他會跟建商 或者是代銷公司先預約取貨 就是我們可能先拿個20戶或者是50戶之類了 或到了之後呢 版主就是團購組呢 再舉辦剛剛社長說的 我們有一些說明會等等 那在這個說明會的時候大家就可以來聽 那你可以跟團購組呢或者是版主呢 你可以跟他索取很多相關的資料 然後自己再來參考 那甚至呢說明會結束之後呢 再去其他的社團社群跟當地人做一些討論 然後呢 到第五個流程就是呢 版主團購組跟建商或者是代銷公司 我們就核對名單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會重複下訂等等 那第六個流程是呢 版主呢就團購組他會帶買家去接單中心 下訂單拿紅單 就是所謂拿優先成購權的紅單 那最後就是我們剛剛社長講的 就是買家呢7天之內呢 你都有所謂的一個合約的省月期 也就是雖然你有付訂金 可是呢 在這7天之內你發現你不喜歡不適合 或者是你的爸爸媽媽一直阻擾你 或者是神明寶不會阻擾你 對那你當然就決定要退訂了 那到最後如果你沒退訂的話呢 就完成糾團買房的流程 那這個流程我當然講的比較快 我比較想特別請社長補充一下 這八個流程裡頭 其實有幾個流程他會有一些風險 比如說就是我參加了說明會之後 那幾有可能我覺得很不錯 所以我要先付訂金 付了訂金10萬塊 那版主或者是團購組 他可能會先落跑 那先落跑的話 他沒有口碑的話 我就要不回這10萬了 是不是 這裡面有兩點可以探討 第一個這個表格應該是在政府 雷利風行打草房之前 然後的一個做的這個表格 所以他這個表格代表的是說 在政府打草房之前的一個常態 那現在改變的是什麼模式呢 改變的主要是第三個跟第四個模式 主要有改變 為什麼呢 因為團購組往往不具備 代銷或仲介的資格 沒錯 他們也沒有那個相關的證照 通常啦通常沒有相關的證照 所以他們不能夠進行房地產的介紹跟銷售 更不能在現場做遞結 這個很重要喔 這很重要 如果有團購組在現場 要給你遞結收錢的時候 其實是有這個 是違法嗎 是有 釋法性的疑慮這樣子 好 那因為是這樣的關係 所以這個模式現在 已經有做一點改變了 所以這個畫 紅色的這個 這個其實是很內行 就把這標出來 現在的模式是這樣子 現在的模式是 1 2還是有 不過1 2已經轉為比較隱晦了 也就是說 不會在這個公開的群組上 大剌剌的去宣傳說 我哪裡有貨 大家要趕快來給我買 不會了這樣子 通常都是怎麼樣呢 通常都是透過社團的口碑相傳 或者是那個賈厚到修寶 我有買過 我有跟這個團購組接觸過 我介紹我的這個公司的朋友 來跟這個那個團購組買 現在已經變口碑 用口碑來做這個行銷了 所以 等到有好的物件 或者是說有好的這個貨員 那個 開始釋出 讓這個團購組手裡有貨的時候 團購組就會怎麼樣呢 就會在某一天 把這些人 召集起來 以什麼呢 分享會 讀書會 還有讀書會 還有讀書會 原來不是真的讀書 是讀這些商品 不是說明會了 對不是說明會 然後在現場 大家把手機收起來 為什麼要收手機 怕把資料流傳出去 對怕你把那個現場的那個照片 流出去 怕你把那個平面圖 資料流出去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案子 他在正式公開之前 他那個資料沒有在網路上流傳的時候 這個才是最吸引人的時候 然後呢 團購組會在 在VIP或者說建商 建商關係戶 或VIP關係戶 可以到那個接待中心 去遞結的時候 團購組在那天 把人帶到去現場遞結 團購組本身不做任何的事情遞結 我懂了 就是必須在建商或者是 就代銷中心那邊 付錢簽約 那團購組呢 或者是這所謂的發起的版主 他在整個過程當中 他是不收任何的定金 就是10萬塊這件事情 對他不能夠跟消費者收任何的定金 如果他要收 他必須要有一個合法的收錢管道 也就是說 這個團購組 他必須要跟仲介合作 或跟有證照 有執照的人合作 才能跟消費者去合法的去收相關的這個費用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陸社長來我們的節目 教大家怎麼樣去團購買屋 以及要注意的相關的刑法 下次有機會再邀請社長來上節目 那我們節目進行到這邊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順大錢 拜拜